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们买到了Semask的主机 主要是一个是我们主机我们车机在做一个升级 然后实现CarPlay 还有Android Auto的功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行车进度仪连加之后 实现一个DVR的AR辅助 那么这么一个功能 那么我看这东西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配置 打开一下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选购的主机 我们选购的这一款 然后是比较符合大众原厂的一个设计的主机 可以看一下本身这个样子 那么钢琴漆的一个口气 后面上这有风扇 有散热的一些功能 然后里面还有说明书 然后还有电源线 然后这个是GPS天线 还有就是可以用4G电话卡 然后我们可以进行通讯麦克风 还有这个主动的线材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DVR 这是我们的厂家 它要用USB接口 然后进行一个通讯 当然是这样的一个DVR设备 然后我们把它会放在这个上面 那么这个就可以进行使用了 握紧你的螺丝刀随我们来 工具就是一个咱们拆掉这个板 然后一个这个小的螺丝刀 这就是这样的特别的 都在这一部分 都在用的 在这个团队里面 就像谁那样的这么承讯 是这样的 好 这就把这个 那别有点 好 点 这是 现在我们开始来装这个型格机构1 这个装的方法呢也是比较简单 因为它这个音响实际上是有两个USB接口 我们可以占用其中一个 然后咱们选择 然后选择咱们的 然后选择我们现在要找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找到这个APP 大家看这个东西就已经出现了 咱们选择咱们选择咱们选择咱们 然后我们一会把这个东西打开之后 从里面走一个线 然后从嘴上一绕到上面 然后这么过来 然后我们就在后面再走吧 我就给大家展示了 之后呢 这后面有一个胶 我们有的揭开 揭开之后呢 然后就这样站在这个位置上 这基本的教准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再调准一下水平线 好 现在已经能看到它这个 街上在行驶这个东西了 那记录仪呢 也已经开始记录了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APP 一个连接的话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打开 我们今天重点要搞的 还是要搞AR辅助 然后我们来看看AR辅助是怎么辅助的 好 现在咱们开始把这个模式揭掉 最挤压的过程在这了 本就不够了 好 然后咱们开始走行车记录仪这块 我们现在还是走home键 然后进入到apps 然后选择这个 然后我们看这个也很清晰 真的很清晰 在这个之前我们要先把WiFi要先连上 这个机器本身可以连一个4G的WiFi卡 我们也可以然后用手机热点 然后进行一下连接 手机热点 好 iPhone我们看已经连上了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那个界面 然后我们回复到AR辅助 接下来我们去长盈天接 看看大家看到这个里面你开始做AR辅助了 然后我们把车开起来看看 大家感激一下 开完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我看这个音乐 你怎么知道是吧 按照这个音乐的东西 楼紧安全带一起去看看 这边路线都比较清晰之外啊 就是不会再有这个 由于路线这么清楚 然后迷路的状态了 我看这个游戏 再有一个 我看这个行动 我也有看到 我看这个游戏 从来没有 我们上来 巧克力 要来 我的眼睛 只是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